Sanis Ramanai的展覽客 他想展覽什麼給大家看呢 首先,這裡是說了一個玻璃幕場 他想告訴你,剛才我們看到,全部都是大玻璃 有些人會擔心,今天很熱,因為溫室的感覺 但他就是用了一個隔熱的方法 他也會告訴大家,防UV、乾度和熱力 例如,外面是100%的時候,入到室內已經減少了一半 這個就是比較平時的玻璃,我會感受到這個比較熱 他用了這個方法是多少 另外,平時外生、外場 一般的角度就是用這種 這個是隔熱的方法 隔熱和隔音的 因為你看到裡面都會有些少少...類似一些... 呃...呃... 有些少少厚一點 應該相信是有些法寶膠的物體 對 對 就是平時的長身是怎樣做的 而他現在的長身 那這兩隻隔熱是做什麼的呢? 這兩隻隔熱是一模一樣的 正常的聲音 我只不過告訴你裡面有一個喇叭 對 大家一樣音 大家可以聽聽 慢一點 你去到哪個位呢? 其實我們這個遠一點的距離 你走到遠一點才會 還聽到 這個呢? 你這裡是小聲了很多 即是說你在隔壁 那間房子不會吵你 房... 家裡的房子已經吵不住 即是說你外面的房子已經更加聽不到 嗯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剛才我們說的先鋒 什麼先鋒 就是他呢 就是他呢 收到他的房子 有些人呢 幫你貼住 做一個深圈空氣 進回去 給你家的房子 即是剛才那個洞仔是不是? 對 那個洞 那他就貼住給你深圈空氣 又不是在那個睡房的地方 哦 那另外呢 這個特色是說一個洗酒間 那呢 那呢 平時一般呢 他們做呢 是 這個呢 可能呢 都會來到你呢 有些異味的走出來的 但是他們的設計就是分開 如果用了現在下面這個呢 呢 就會 會 應該選擇 分隔不太臭了 對 衛生很多 嗯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特別的物料去做的 這幾樣東西呢 已經足夠令我呢 心動呢 是 應該說 對於有要求有質素的客人來講 更加之安心 嗯 嗯 是啊 所有東西呢 那些呢 你難的都可以少一點 沒錯沒錯 那暫時呢 我們介紹到這裡啦 那想看詳細的資訊呢 就看看我們另外的那些片段 介紹所有的影片 或者呢 直接找我們來訊問多些Inners的東西 好 麻煩你 再說啦 拜拜 拜拜